牆上畫著孕婦跟親子 橘紅色的標誌提醒 這是親子優先車位 但機部車開進來 停座之後 竟然只有駕駛座上的老伯伯下來 沒有孕婦 也沒帶孩子 你知道這是親子車位嗎 就是給那個帶的孕婦 還有那個小朋友 馬上出來 馬上出來 是喔 買東西對不對 找不到位置 台中太平的另外一個賣場 計程車停在親子車位上 中年男子購物走出來 後面跟著年輕女子 肚子呢 孩子呢 後面一位媽媽 車上載著兩歲幼童 苦等了半個小時 又氣又無奈 拍下來PO網 常常大包小包 帶孩子出門的家長 感同身受 當然是太過分了 對啊 因為就已經表明 就是親子這樣用的停車位 當然是沒有親子的話 當然是最好是就不要停了 多找一下自己 數個自己的車位嘛 然後把真正要的這個位置 留給方便的人嘛 而少法前年底修訂 規定公私立停車場 必須保留2%的車位 並且標示親子優先使用 50個車位以下的 至少設一個 方便孕婦或者是 期待6歲以下幼童的親子 優先停車 可以放孕婦或嬰兒手冊當證明 萬一被人佔用呢 對不起 沒有罰則 管理員也無法強制 要他開走 一樣保護弱勢 身帳車位就必須擺放身帳證明 沒有 不但罰款1200 通報檢舉 警方還優先強制脫掉 但賣場也發現親子車位 已經夠少了 又常被占用 亡羊補牢 語音廣播 提醒不該停進來的車主 禮遇孕婦善待親子 立法的美意 因為缺了管理配套 甚至罰則 變得美中不足 如同博愛座 只能夠訴諸道德面 請大家離讓給 真正需要的人 記者蔡小康公 玉德台中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